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各位都知道 在10天以前 2月6號 台灣發生了一個很大的地震 這個地震讓我們的台南發生 事實上是最嚴重的一個災害 我們看到港屋的青島 我們看到很多人的生命也喪失了 到目前為止 大約有116個人的生命 就這麼離開這個世界 有將近600個人 他們都受了重傷 輕重傷 我想現在需要的就是一個 我們怎樣為這樣的災難 共同的一個祈禱 怎麼為這些受苦的人 我們可以幫他們走過這一段 很沉重的創傷 曾經在八國巴黎查理雜事 發生到恐怖分子攻擊的時候 我記得有一句話就是 We are charlie 我們都是 charlie 而現在我們的台南發生這樣的一個 苦難的事情 我想我們也都心理會的這個感覺是 我們也都是台南人 所以在這裡 蘇達基金會 只能捐出一些我們有限的力量 來幫助這一次的災難重建 這個災難不單是建築的物質的地方的重建 我想更重要的是心靈的重建 還是還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 所以台北市展基金會 我們決定遵出一百萬元 給台南這次災難重建的需要 我也希望各位朋友 我們的美女朋友 也可以呼籲更多人 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幫助我們的台南災難重建 可以快速平安享和 好好的恢復 這是我想要再退位分享的